要討論F1x等於x平方-6x加3 它的地增跟地減的區間在哪邊 那我們知道說你的地增的地方 它的F'x0就會大一點 地減的F'x0就會小一點 這是我們的判比性質 所以你先找出來它的F'x 那這個把它一次微分就變成2x-6 那把2t出來x-3 所以3是一個關鍵值 就是F'x30 那以它3大是正的 3小是負的 那顯然這邊F'x是正的 表示它地增 這個是負的表示地減 所以它的圖息是 這個是往下 但是這個是往上 那在3的地方 這個算數值的地方 它就一個轉換的地方 那這個往下這個往上 所以顯然這邊 它會有一個平的地方 會有一個平的地方 這個我後面會講 那現在你知道地增的區間就是x大於3的地方 x大於3的地方 那我們沒有說是嚴格的話 其實這個3也可以把它包含進去 所以3到5穹大 這個就是它一個地增函數 那麼同樣的道理 你這個地方它就是地減函數 那也可以包含3 所以負穹大到3之間 它這邊就是一個地減函數 看一下 deer 小明星 就像些年齡 下來